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肯定大盘一定没有亮人 也差不多 因为人家都没在开盘 我们特别是反而这边当下你不要什么 你不要放弃你的机会 因为有时候常常你当下在大盘越是 感觉上大家都在休息的情况这样 它常常不小心都是一个什么 你要好好去更加努力 它都是你的机会的开始 因为大盘毕竟昨天呈现是个下跌 这地方来讲我一直要告诉你 整理是你的机会 因为整理是因为让你可以买更多 我跟你讲的就是 哪一次大盘不 我们凭大盘来讲就是说 大盘修正 每一次如果你再整理的过程 买到相对低档区的话 说实在的 这个大盘来到这边来讲 都已经快来到8265 我也跟你讲说8265肯定过 你把它接下来 那既然它肯定过 相对是不是难得 大盘又再次跌了57点呢 不是很高兴吗 对不对 那因为这57点当然为什么你会觉得 就还是很害怕 因为你底部卖掉嘛 你有很多股票你在底部的时候 你没有揭入的时候 你上涨的时候你一直嘛 涨你也不敢追 回来你也不敢买 所以就跟你强调这个原因是出在哪里 因为这地方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你一定要有一个国际观 你赚钱才会很可观 包括实际上当下来讲 就是再次给你的机会 包括今天早上来讲 实际上它都是你的机会 那如果严格讲 你或许说 老师你要讲什么 我们也知道 因为我对没有错 我要跟你讲电子股 因为大盘昨天的跌 是因为电子股很多股票 尤其是联发科 它没有涨 所以跟你讲说 大盘如果联发科不会涨的话 我跟你讲那真的什么 那还有什么股票可以涨 我只能让简单跟你讲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涨 但是变联发科进来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 它都很区间 是不是跟大盘也很相像 它都是一个区间 涨也没有大涨 跌你要叫它跌到哪里去 有可能吗 所以那是唯一的机会 你只能抱住 我一直跟你强调 你只能抱住 所以你手上有底部买上 你要什么 你要坚持 它还没有正式开花 我就想说这个地方股票 它没有正式在做一个 没有盛开的时候 你这边把它卖掉 你告诉我要买什么 我一直回来 但是这边当下来讲 确定我有个地方可以送给你 如果你为了382的 李文芳哥你不用来找我 382这边当下 你可以最好卖高一点 我只能跟你讲 毕竟这波行情 它最低来到什么 就358 我378以上告诉你不要追高 上次演讲我已经证明了 这不用再多讲 而后跌下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要做买机 我们会员买到360 我也坦白跟你讲 这样我有贪心吗 所以360说实在 你要卖 随便这两天说实在 你要卖374都很好卖 也是赚钱 这个地方 那随便取决你 最少当下这样 我跟你谈的每一个点的过程 哪一点 我就常跟你讲说 你要赚一点小钱 你看我的节目 这个就是钱 那很奇怪 很多投资朋友就反而是吗 常常跟我讲说 他都赔钱 他赔钱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在追高杀地 很多股票它涨多之后 它势必它会做个修正 你不应该是不断的 你底部没买上 到高档的时候 听到那个爆炸媒体 然后你一拼命的追高 你当然是没有钱赚 所以常常连房 这个地方就是投资朋友 你常常有时候一些老毛病 一定要改过来 我只能这样讲 也不是说骂大家 但是毕竟你如果不愿意改 真的我帮不上你的忙 我这么辛苦 把这演讲会提早到 这个明天9月15号来办 一定有缘由的 本来我们都是在月底 那为什么这次来9月15号 我希望你当下 因为它是呈现这行情 它回不去了 但是这边当下 你一定要好好把它 做个整理出来之后 你一样是有一片天的 毕竟 还有包括你手上有联发科 你一定要好好去做个把握 这地方来讲 不要有一天来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还会说 人家说联发科要来500块 要来哪里 你不要 等它涨的时候 你还去做最高 怪不得你股票都赚不到什么钱 我只能肯定 刚才这张股票你有什么问题 你来演讲会找我 那带之正经 它就跟大盘联动性最高 就是联发科 电子股的确能操作股票 越来越少了 但是有些股票跌是假象的 有些股票是真的什么 它任何 就是说它所有的股票的一个 一个规划的过程 你要记住我跟你谈的 现在很多人就开始 很怕苹果概念股 那这些苹果概念股 到底未来怎么规划 你来演讲会告知 你毕竟在上一次的演讲会里面 你单单这档股票 你值得了 你这演讲会 我常常为什么说 老师你等于说 我说你如果不认同 我会心痛 你来演讲会说实在 我买心痛 虽然你不是我的会员 可是明明在上场演讲会 你愿意的话 你乖乖听我的话 但一般人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 在这种心里面 也是人之常 你如果愿意乖乖听的话 你早就是我们的 凤凰团队的一员 你就会怎么 你就会接受我的规划方式 因为你就 我再看看 所以你一定 我在演讲会 带给你的资料 可是你回去的时候 你不见得会做动作 因为你有选择的余地 但是我的会员 他什么 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会告诉他 一定要做动作 一定要做执行的 就像他本身来讲 你想想看台俊之后 我叫他卖了台俊 你这次看看演讲会的时候 之后 上次演讲会是8月25号 台俊我们来到121块 他为什么会来到121块 你也知道就是因为 苹果9月之后 要发布一个新的一个机种 我在电视上也跟你宣告过 说这个地方台俊 这一次绝对什么 你要把他乖乖把这个钱留下来 8月25号之后 台俊之后121块的台俊 到昨天演讲会之后 8月25号到现在我要办演讲会 9月15号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台俊你少掉什么 20%了 如果你狠一点 你喜欢什么 说实在常常很多头都这么 我常跟你讲说 你愿意去什么 你愿意去做空的 这个单单这个当下 不是28 但我不是一个鼓励大家去做空或各方面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看我跟你谈的股票 我告诉你不能做的动作 你去做 你这单单这个地方来讲 你把它反过来做可不可以 你说你上面赚不到钱 你说那个股票老师你说会跌我不相信 可是我手上买到高档去 你有什么 你不舍得嘛 有时候说人要灵活一点 如果你不舍得谁会救你啊 所以说那个行动力来自于你自己身上 我想说他已经花谢了 你就乖乖把钱什么拿回来 单单这个地方 昨天9月13号 今天9月14号 台俊已经来到100块了 也破过100块 就算他就算昨天的收盘来讲 101块这个地方 我请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办法避开的话 单单避开这个东西来讲 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20%的空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点 你看你这一档股票一来一往 你就单去演讲会就好 另外说一下我可不可以帮你趋吉避凶 我告诉你说你把钱都摆在这档上面就好了 这档股票就涨了 涨了30% 30%加上这个20% 你的资产已经100万已经增加到说什么 多50万了 你不可思议 实在这东西不过一个月不到的功夫 而且你去演讲会就可以什么 你只要愿意做东西这都是你的 所以有时候常跟你讲说 你只要愿意做东西 你有福气的人说有时候也不建议要参加我会员 所以常跟你讲说 如果你觉得说我跟你谈的东西 你上次的确你也印证了 那这次我能帮得上你吗 我也欢迎你要来 因为这一次来讲 一样有很多股票会像台郡一样 上下来 这边来讲 那也有一些股票 目前就如同景德整理的差不多 正要大涨 其中有一档股票在演讲会送给你 你好好把握 而且这档股票基本上 我觉得不小心会不会像景德 因为景德说再次机会给你 他会不小心涨个30% 我觉得他机会相当 他不只要涨30% 你只要给他抱住到年底 我认为不小心 不小心他会如同什么 如同邦特一样 这档股票我们没有看见未来 实际上这档股票在全市场里面 那时候我跟你谈的时候 我说我帮你一档股票邦特 那时候帮帮忙 那档股票每一个人都知道帮你 帮你一档胜过10档 一档一两档股票 的确他相当的有一个未来性 但是当初邦特全市场我敢说 只有我一个人在跟你讲邦特 那我看到什么 我可以跟你讲 我看到他的国际观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 他受邀美国的医疗展 一般来讲都是我们去什么 去参长展的 但是他受邀美国的医疗展 所以我说技术现行来讲 他的一个技术能力备受肯定 而且价位只有三十几块 公司是自由品牌 而且最重要 他的第一季 那时候我们就查出 他可以创历史新高 人家在淡季的时候 升级股都在亏钱的时候 他已经人家不好 他都已经有赚钱了 果然你也看到 他的确是 是怎么样涨的 那时候你已经 那时候说实话 他也曾经咬 你要咬住不放 说实话很难 所以说你一定要单股的 股票一档接了一档 现在回过来 你给我半年的时间 这涨邦特来讲 到进来的时候 已经涨到六十块以上 就算进来有曾经大跌 包括进来 对不对 说在进来的升级股 应该是蛮该什么 涨多应该大幅的修正 因为毕竟什么 有一些问题 但是什么 他连跌都不愿意 他只有跌了一天 跌停板 隔天要不要开始走了 到现在都还在五十四点七 但是问题 我现在不是要叫你追高邦特 我是说你应该去了解 升级概念 现在开始很多人都想操作 那时候我给你讲说 升级概念股 第一句话他会走长多 但是很多股票 都你都不能买 因为那都是假的 代表什么 你随便去买任何一档升级股 我跟他骂很可怕 你买对的话 你是中热通 你买错的话 就算你中热通 只有一个人中热通 但是大部分都是赔钱 我跟他大部分 他操作升级股 都会大赔钱的 我坦白跟你讲真的 但是你要跟谁做 第一他有暴利 你要再重新 我再找一档邦特给你 如果你要 这档股票就是我要给你 我现在跟你讲说 我要给你的景德第二 长线来讲 因为他是 我给你的景德第二 第一个他具备什么 你可以不小心 9月15号到10月初左右 你给他拭目以待 会不小心跟景德一样 涨个30%以上 如果长线来讲 他会跟邦特一样 持续涨不停 这就是看见未来 我跟你讲 你要的是这种股票 抱住持续涨不停 你不要介意短线上任何的拉回 你最好给我半年的时间 这档股票就是所谓的 你的钱重重的摆在这档股票 你以后未来 你会很谢谢我 那这档股票基本上还有什么 我为什么要跟你推出呢 还有包括邦特 现在很多人手上有邦特 这个地方来讲 你是不是可以续续报 这个地方我想这是个问题 的确他有个最新的报告出来 我必须要坦白跟你讲 当初是美国这个地方的报告 我领先拿到之后 现在目前有一份报告 如果你手上有邦特 包括你有手上你想参与邦特 他本身还没有机会 涨个三位数字 这地方来讲 这地方来讲 因为毕竟邦特他三十几块 已经不可能再来了 但是这地方当下来讲 看起来他又是个机会 但是他是不是 直接这个地方开始又什么 又花朵要盛开 这地方取决在这份报告上面 这地方来讲 这份报告我写得很详细 但是这份是要你放开你的 这份资料我以后慢慢会 一条一条在店上跟你谈 但是如果你去演讲会麻烦你 因为我这次分量是有限的 你一定请你务必给我们一个方便 帮帮你自己的忙 也帮帮我们的服务人员的忙 请你采预约报名 因为明天早上我们一场在台中 目前一场在台北 但是因为报名的人数本身的话 目前来讲 如果你去现场才要的话 像如果报名的只有20个 我就拿20份去 那可能你来我就没有办法给你 这个地方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这份资料是来自于 我们的特派员 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报告 你随便你相不相信我 我这样当时说 老师你跟我一起经历 你不相信就不要来演讲会 如果你觉得说 我的这个资料可以帮上你 因为毕竟生计股 那时在邦特的时候 在三月份只有何怀真一个人讲 你可以去查任何的资料 我有没有看见未来 我有没有让你的一档股票 胜过你手上所有的十档股票 现在最强的说实在 股票第一档 最强的股票是葡萄王 是我在三年前规划的一档股票 有没有涨三倍 我今年的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邦特 有没有大涨 还有一档 没有错就是神龙 也是大涨 但是神龙说实在 我目前没有 因为的确神龙我是卖掉了 坦白讲 我这也不能骗人了 神龙我没有抱住 我真的有抱住的股票是邦特 因为毕竟我常讲 股票要超多一档 那的确这个地方 的确我跟你谈的一个生计概念股 的确都很强 那的确现在生计概念股 还有第二波要出来了 第二波 就轮到第二波 当下有点股票 我跟你讲 昨天跟前天都呈现一个开始一个 做一个低档 开始做一个 开始要开花了 开始要喷出了 他还在低档区 9月10号是差一点涨停板 昨天他有稍微回来 但是我跟你讲 他回不去那个低档区 所以这档股票我不能跟你公开 搞不好不小心 这档股票就是我要给你的景德第二 明天演讲会我就会送给你 但是礼拜一开盘的时候 有没有低点我不敢讲 但是我可以确定今天你买的话 一定有低点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去演讲会 你就把手续办好这地方来讲 你也知道景德之后开完盘之后 如果你没办法手续 可能你势必要追高 因为我们上次演讲会8月26号开盘之后 不得了 开盘了101块 飘飘飘直接上去 永远都没有回头 这档股票筹码比景德还来安定 包括你喜欢 因为我为什么给他称为他什么 他是不是一个一档生技概念股 这档生技概念的业绩 坦白跟你讲 比邦特还量力 所以值得这边 那刚好他没有涨上来 所以已经轮到第二轮的股票 他是一档生技股 你好好去咨询找不过 你猜到就会发达了 当然是 但你猜到说实在你也要报到 要爆住 这地方是有点困难 那的确这档生技概念股 到底何怀珍的一个团队掌握到什么 特别特别他的一个 有没有什么产品被认证 包括他的美国的情况 如果他也一样是有受邀到美国 这地方来讲 世界各国他有一个认证已经出来了 我只让这样简单跟你讲 到演讲会跟你谈谈 而且这种股票基本上 年年都赚钱 年年没有一年不赚钱 现在又有个新要 他也是一个不要讲那么多 反正基本上他是值得你期待的一档股票 原则讲邦特不过是一个一财股 但他是一档什么 他是一档原物料股 那就不一样 那个价值就差很大了 而且他是年年赚钱的公司 所以这档股票如果你有本身 这边当下你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 这是我跟你讲 这演讲会告知你的一些什么 特别的一些好的股票 所以请你要不要赚 这地方当然像当下 我跟你讲已经很明白 所以我希望务必你要好好的采预约报名 那包括我也跟大家讲过 说因为有一个持股上的问题 很多人有时候 搞不好当作什么神仙 你说退了 老师说退一股票 你这个地方愿意要 因为这个地方当下来讲 不是有没有钱的道理 实际上你最重要是要调整持股的问题 我希望你要注意 我就跟你强调的时候 股票你如果要什么 你股票很多 务必要什么 要把它经起来 那如果演讲会才要问我 倒不如我希望你给我们一个帮帮忙 请你先传进来给我们的服务人员 写下你的名字跟谁 我一定会详细的帮你做一个规划 到演讲会 你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资料 这地方来一下 不然你到演讲会临时要告诉我 老师我要持股诊断 我不帮你做诊断 没有这么多时间 所以请你要帮帮自己的忙 给我们一个方面 那你如果觉得我的资料 的确每次演讲会 每次都有带东西回去 你错过上次也没关系 这一次你好好地自行做个把握 包括持股上的诊断 一定要采预约报名 包括你要邦特的那份 最新的我们特派员的资料 请你要采预约报名 包括我还要给你一个警得第二 所以当下来讲 这一场演讲会非常丰富 所以为什么要提早在9月15号 因为9月15号之后 往后它会有个大不同的行情会出现 请你好好自己 帮忙自己的忙 好好的资料做个把握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不要啦 每天要做的事顺便而已啦 早期发现早期在而已喔 你会认识没出事啦 我知道啦 以前发现以前好啦 五十位以上 还不拨七十五位的民众 政府有保证 要去早期保证去检查喔 假桌头部何怀真收备讲座 9月15号礼拜天早上10点 台中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311市 下午3点台北金融中心第五回一市 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吃糖 糖尿便不能吃太多糖 阿嬷 阿嬷 我是睡着啦 那你怎么回家吃 一旦末梢血液循环不良 就会产生问题 循力宁弹银杏性液萃取物 可辅助改善末梢血液流动速率 循力宁低计定计循力宁 输赔严选 亚洲头部何怀真收备讲座 9月15号礼拜天早上10点 台中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311市 下午3点台北金融中心第五回一市 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新的卡式口零名卡有比较好吗 现在就换卡有什么好处吗 不可以 换不换卡还是要看银行 有什么牛肉吧 国泰世华全新推出Costco联名卡 现在申办优惠全面升级 早换早享受好事多干多 牛肉真的比较大耶 加油想最高3%现金回馈 越早办回馈越多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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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因为我们第二个单元 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你信得过 我可以帮你趋吉避休 你也看我每次演讲 会跟你谈的东西都很深入 只要你听话 不该买的股票 不要看它涨跌 你就是看一个趋势就对了 趋势要看得重要的话 说实在你一定会可以成为赢家 因为就要稳定 你就会大富大贵 所以我讲说 实在每次演讲会 就是告诉一些很领先的观念 有时候在这个电视上 说实在真的没有办法 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 毕竟这个地方来讲 你可以好好的把握这次机会 那这次为什么提到9月15号 因为它有很重要的讯息 包括TPK来讲 昨天竟然我都没跟你讲TPK 我不是说它跌我不敢跟你讲 我说我竟然一直跟你讲TPK 为什么我没有跟你谈 果然这个地方它又跌下来了 的确 这个TPK来讲 我觉得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虽然投资朋友有时候觉得很奇怪 300块以下 我跟你讲说TPK是个机会 的确你这个地方来讲 它又回来 它当然是个机会 但是你高档如果没有卖掉 的确定当下一张股票来讲 来来去又什么 又爆住又是很可惜 这地方来讲 但是毕竟它有一份最新的报告 上次我跟你讲说TPK这档股票 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注意一下 那这份报告如果你需要 它到底呈现一个什么价值 我要告诉你 现在法人现在来讲 它的本益比的规划 是每一档股票不同的 这样子 我只要这是个本益比 TPK包括未来 它的一个价值在哪里 它的确它目前来讲 你要把它留下来 大概300块PPO 我认为它很便宜 但是它会不会大涨 你要了解它今年的一个 一个股东 它的获利如何 这地方来讲 你可以来演讲会 我跟你谈一谈 这是一份TPK的资料 如果你有需要 当然我也会送给你 这地方来讲 你照这个趋势线去操作 回来这个地方都是可以买的 这地方来讲 我只能简单这样跟你讲 那基本上有三个点 是那个很重要的压力 如果你手上有TPK 你可以来演讲会 那至于联发科 你就只能续报 那你想了解 它下一个目标价在哪里 演讲会告知你 这地方是高教股的 我们的规划的部分 那接下来讲 现在最重要跟大家谈的是说 实际上股票实际上 有时候投资朋友 最难的地方都 你都很喜欢什么 买在那跌生的股票 我也很喜欢买跌生的股票 但有些跌生的股票 你知道它底在哪里 这就是一个很有 所以说我才说告诉你说 实际上你要看一个趋势 一个趋势它的改变 它不是一朝一世 你不是因为说 因为它便宜而买进它 虽然这个地方我不能接受 我想真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 新主流的方向 我跟你谈说 股票全部怎么办 你要算钱很容易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有国际观 你要有一个 真的一个思维在于说 你股票看它一个什么 未来性它本身就是说 我常跟你讲说 它是一朵会开 它还没有盛开的花朵 你看不看得出来就是什么 你一定要找出一个 新趋势的主流 我跟你谈的就是 新趋势的主流 所以有时候在跟你谈东西 有时候投资朋友一般来讲 一般很难接受 但是如果你能接受 真的你往后真的 持续看我节目 你真的会大富大贵 所以说常常很多投资朋友 在当下常常 有时候看我节目 买个一张两张 试试看 可是他有上 只是试试看 为什么反正那种股票 涨的股票 他不敢买太多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不是说每一档股票 他本身上涨的股票 他还有 他还要再涨 我拼的是什么流 一定是看到他未来的 股东本身的权益报酬率 包括他的公司本身的 一个获利要出来 你一定要先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有办法趋吉避凶 把当初的TPK 因为那时TPK很漂亮 他赚很多钱 上面上也没有比达利光 为什么我知道 那时候不能减 第一个 这个原因就已经不用讲了 但是当初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站在这个胡联 胡联 它是一档不起眼的一档股票 但是我跟你写 因为资本支出出来 包括他只是一个 美国的复苏 4月15号的胡联 涨到现在 他都还在90几块 除非你买到95块 那个高点 我跟他95块 说实在 你也没有赔什么钱 你马上一张也要过关了 只是这档股票 从4月份 我跟你讲一个新趋势的主流 从第一轮来到第二轮 在8月份又告诉你一个黄田 我说他这个胡联第二 随便你相信不相信我 到现在胡联是不是又有什么 随便不小心又有什么 要超过一个胡联了 黄田超过胡联 黄田来到多少了 93.5 好 我现在不是说 他超过他多得 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我怎么跟你谈的 8月5号 我8月3号跟你公开讲 这个窗年 坐窗年 而且没什么 汽车卷年的 8月3号 你说你是不是很伤我的心 有时候投资本 你就把它卖锅 弄到肉去嘴嘴吃 然后留下一些什么 就是阿里布达的高票 所以相当的麻烦 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操作习性 所以我假如说你一定要把持股拿来 愿意放下那个信号 让我就检视 如果你看电视 黄田一早就有 78.2 跟阿伯随便买随便赚钱 航天你说很好吗 没有很热 但是我跟他当下有很多的股票 值得什么 他的一个 就是一来一往 那个幅度差异性相当的大 你是选股 绝对不要去看一个大盘的空间 那都不值得 所以今天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们在演讲会 这是很重要 我要给你一档 有办法 如果你上了景德 已经错过 这次你千万不要错过 有一档股票 不小心会跟景德一样 给我两三个礼拜 涨幅不会输景德 还有很多股票 会如同台郡一样 你一定要适时把它调整出来 你的资产才不会缩少 会持续的变大 如果有兴趣 好好保卫这个机会 把这个电话拨通就对 我们明天演讲会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制服投资风险 Ford Fiesta 荣获英国权威杂志 2013最佳小行车 浪漫新色 抢眼发表 本月入主Fiesta 想超值优惠 再送六万元巴厘岛双人游 What if I can pay in me 劍性双双全面开战 You are going to work for my competition Howley-Sue福特 连恩汉斯沃 You're in over your head But your nose too much I'm out You are only out 927决胜机密 假搜头骨何怀珍收费奖座 9月15号礼拜天早上10点 台中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311市 下午3点台北金融中心第5回忆市 02 2578 3777 你知道30%以上的人有敏感牙齿 90%以上有牙龈问题 你也是其中之一吗 黑人抗敏感牙龈护理牙膏 含双效配方 一 敏感舒缓 二 牙龈健康 临床实验有效 双效合一 让你尽情享受美食 黑人抗敏感牙龈护理 假搜头骨何怀珍收费奖座 9月15号礼拜天早上10点 台中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311市 下午3点台北金融中心第5回忆市 02 2578 3777 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 定级花旗森 富含珍贵的人森皂干 不费生金